謝謝主席 我們請吳部長 先請部長做心理準備 本席在這裡的觀點相當尖銳 我們心平氣和 我保證就事論事以理服人 今天聽起來部長已經決定要上訴 在上訴之前救濟不影響執行 所以所有課綱微調之後的結論 都要後續聚以實施 對不對 程序的內容是一體 表示部長其實你也支持課綱微調的內容 你既捍衛他的程序 也支持他的內容 尊重他的決議 對嘛 你就決定接受了他的內容 內容我們並不是專家 我們沒有什麼自主的 我們尊重他的決議 不可以不可以 你不要做過關 你在台下裏面做過學長 你應該知道 你就是接受了這個決議 接受了這個決議 就是接受了這個內容 而這些內容 就是在你部長任內通過的 你是替這些內容背書 如果你不願意替這些內容背書 回去趕快讀一讀以後 趕快該黨的要黨 其實你在你的權威法地位上 你已經替這個內容背書了 那我現在我的結論就出來了 我的結論很尖銳 今天在報上看到的王毅 跟今天在這裡看到的吳思華 他們兩個人 享有共同的對台灣的主權論述 好 為什麼 我告訴你為什麼 今天我們在報上看到王毅說 說當年參與聯合國創立的是我國 就是中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年參與了創建聯合國 哇 整個台灣舉世嘩然 事實上大家都錯了 王毅是對的 為什麼說王毅是對的 事關聯合國2758決議文 1971年聯合國2758決議文 在國際公法上 這個決議文 他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去聯合國 是用什麼決議文內容你知道嗎 好 他叫做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 承認他的政府代表 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代表 然後蔣介石所代表的政府 英語逐出 把我們趕出來 然後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聯合國裡面的地位呢 用恢復 恢復是什麼 是自始就是他 恢復到當年創建的中華民國 所以你知不知道聯合國憲章的創始會員國 跟常任理事國的名字有沒有改 有沒有改 沒有嗎 沒有改 來講一下 來有沒有改 沒有改 叫什麼 叫中華民國 對 聯合國憲章是中華民國 然後現在聯合國在聯合國憲章的一切權利 是恢復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來代表喔 國際公法透過2758決議文 把中華民國當作就是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然後你的課綱怎麼樣 你的課綱用光復 那我問你 當年創建聯合國是哪個國家 中華民國 好 當年光復台灣是哪個國家 中華民國 對嘛 兩個是一樣的嘛 那創建中華民國的 創建聯合國的中華民國 王毅說是我國 是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剛剛聯合國2758決議文 已經把當年的中華民國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繼承跟代表了 對不對 好 當年光復台灣的中華民國 依國際公法 誰來代表 當然是王毅那一國在代表啊 所以我說 王毅昨天講的話 跟今天吳思華在這裡做的決定 你們兩個人正在做同一件事 就是接受 2758決議文的主權官 就是接受 中華民國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官 為什麼我這樣說 說吳思華接受 說吳思華接受 中華民國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官 因為 你接受這個課綱 這個課綱上面 對於中戰時候的接收 他不是採取 聯軍的盟軍統帥代表聯軍接收 他採取的是 中華民國光復台灣 我的觀點很尖銳 來你反駁一下吧 委員我想我們所遵循的是 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的主張或者是觀點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說法是不一樣的 這個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最大的不同 這個叫做什麼呢 這個叫做關起門來自爽 叫做把頭埋在沙堆裡頭的鴕鳥 我已經告訴你了 你用 你用我們國家 教育部 所通過的法定的課綱 採取光復說的時候 就等於聯合國2758決議文 所採取的恢復說 他就採用恢復啊 我恢復所有一切中華民國的權利 聯合國2758決議文 就是這樣做決議的耶 部長非常嚴重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去主張 中華民國是台灣 很重要 為什麼李登輝的時候 開始講中華民國在台灣 他企圖把現狀的台灣 跟2758決議文 國際公法上的中華民國 把現狀的中華民國 跟2758決議文裡面的 還有聯合國憲章裡面的中華民國 企圖做區隔 而這種區隔很必要 否則台灣就完蛋了 就賣台了 我們就賣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了 好 所以 好不容易 李登輝 李登輝 用中華民國在台灣 想要區隔聯合國憲章裡面的中華民國 然後用認識台灣 開始不再用光復 為什麼 因為要區隔一下 現在的中華民國 不是當時延續下來的中華民國 可是你一用光復 就又把它連起來了 從李登輝到民進黨執政 到這一次微調之前 我們都把那個連結斬斷了 把現狀的中華民國 跟2758決議文的中華民國 做適當區隔了 在吳思華的手中 又把它連起來了 這就是我講的法統論 好 部長我們都來自於學術界 我有沒有有所本 你的觀點在學術界是有人 有這樣子的說法 不過 這現實也是啦 聯合國現狀都這樣在運作啊 我想你的專業意見 我們可以請課竿委員會 在未來修的時候 我們再做討論 我要問你的意見 我不要課竿委員會 我要你的意見 你要有意見 你必須有意見 來 你贊不贊成我的說法 如果不贊成 那你的說法是什麼 來說一下 你的說法那個光復是什麼 那個中華民國 在國際公法上是哪一國 好不好 你現在說光復嘛 所以又把台灣 跟當時的中華民國連起來了嘛 重點在這裡喔 真的重點在這裡 因為你的課竿採用光復之說的時候 又把從李登輝時代 開始所做的區隔 你又把它連起來 所以你用光復的時候 就把現在的中華民國 又跟當時的中華民國連起來了 那個很危險嘛 我所認知的中華民國 是依中華民國憲法所規範的 它只是在江土領土上有所改變而已 喔不對 國際公法上面的國際法主權改變啊 因為你講那麼久 你還是不去面對聯合國2758決議文 它用恢復喔 而且聯合國憲章現在中華民國的權力 全部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它的一切權利喔 我要跟你講這個 當你知道這個以後 當你知道那個嚴重性以後 那我也告訴你呢 從李登輝的時代 我們企圖要把它稍微做一點區隔斬斷 維持一種生存的可能性 其實才維持一個生存的可能性而已啦 國際公法上 我們一定要維持一個生存的可能性啦 你如果跟2758決議文 永遠黏在一起 就沒有生存的可能性啦 你就是他的一省啦 因為他的權力全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 我想今天中華民國台灣的生存 不是聯合國的決議文能夠決定的 好好好 那你就講中華民國台灣了嘛 那就不是光復囉 光復的話就沒有中華民國台灣 你用光復這個概念在課綱的時候 就是中華民國 那你到底是主張中華民國台灣還是主張中華民國啦 光復的時候是中華民國光復的 中華民國領土在不同的年代 它有不同的變革 喔不對 這是你講的 因為聯合國決議文 中華民國那個國家 它不處理領土 它處理主權 然後中華民國整個國家的主權 現在是恢復 恢復就是致死連續嘛 致死延續嘛 恢復到最原始嘛 所以王毅說 我國是沒錯啊 因為它被致死恢復到最原始啊 最原始的中華民國的合法代表權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啊 我想聯合國的決議文 不能夠決定中華民國憲法的內涵 或者是中華民國的領土的範圍 跟我們能夠實施 我們能夠主權跟治權的範圍 這是我們自己的法律所應該去規範跟 那要看你怎麼主張 你又提到中華民國憲法就很麻煩 中華民國憲法就是光復論之下 我們是很不得已接受 你知道嗎 因為它就是統一潛嘛 但是它經過不斷的徵修嘛 我們目前所實施的 就是它現在徵修的情況嘛 沒有全部都在喔 徵修條文雖然凍結了前面的條文 可是整本都在啊 可是我們現在所有的行政系統 都是依那個 那如果啦 如果部長是這樣 我建議部長 午夜孟茴想一想管媽今天講的 這個課綱跟你的思想是不符合的 你不應該接受這個課綱 而今天剛好有這個法院的判決 讓你可以重新去搶救台灣的主權國格 真的 好不容易從李登輝一直到民進黨執政 我們好不容易都不斷的在論述 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民國是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 連你都說中華民國台灣 可是當今天從你手中出門 去採用的課綱用光復的概念的時候 你又把中華民國是台灣 又把它斬斷又連結成這就是中華民國 回去好好想一下 很嚴重啊 故障 我們知識分子從政有生之年可以有這個機會 我想本於學術的專業 我剛剛引經據點整個論證的過程 符合學術百分之百的專業的要求 回去想一想 知識分子從政 福國利民 不要在我們的手中所做的決定 去傷害到我們的下一代 去傷害到一些基本結構的問題 而當這個課綱採用光復兩個字的時候 是對於台灣未來發展 又是一個重大的轉折 又是一個重大的轉彎 我們又回到過去 我們又回到過去 法統論的時代 我們又陷入聯合國2758決議文 所恢復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華民國的科究裡面 無法自拔 千萬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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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至於應該怎麼用 其實過去就是各自爭議 用的就是中性的字眼 把它留待給後世的下一代去解決 可是在你的手中 你把它恢復到上一代的邏輯 好 副長 慎思 慎思 謝謝管閉林委員的諮詢 謝謝